本作品名稱為 擺動式發電裝置 主人 黃偉拳 楊士平 林永豪 黃玉祥 黃偉豪 指導老師 羅毅老師 張宏志老師 再要 本作品結合運動與發電 能減少運動時膝蓋長食用力產生之磨損傷害 設計減少膝關節反腹擺動 方角不彎曲的方式 機構與滑布肌為基礎 透過三級放大皮帶輪機構提升轉速 以單向軸成為基礎的單向驅動值 限制發電軸轉向相同 使滑布肌能順向輸出 以產生發電 建立使用者操作能機介面 顯示發電參數 消耗熱能 影片播放功能 問題思考探究 運動如何結合發電 發電如何結合運動 旋轉式的運動裝置如 健身腳踏車 橢圓機和跑步機 容易產生旋轉運動 發電機的特性曲線為何 發電機轉速和電動是否呈現性關係 操作者使用介面如何規劃 需要納入哪些功能 才能增加功能性和便利性 解決方案 建立能降低身體傷害的發電機構 不讓多的負荷造成膝蓋損傷 建立非旋轉性的機構來發電如滑布肌 但需考慮轉速放大和失點問題 設計發電機特性曲線的測試裝置 應包含電壓顯示 電流顯示 轉速顯示等 以電動機直接連接發電機 除了顯示發電參數外 最好還能顯示消耗熱量和影片觀賞的功能 發電機構 以滑布肌機構為設計基礎 主要分為上板總層下板總層 上板機構主要有 踏板、旋轉座、連座軸層、旋轉軸、 使規皮帶輪組、鋁擠條機架、鋼杏片 下板機構設計主要有 單向驅動值、使規皮帶輪組、 單向驅動時規帶輪、飛輪、連軸器、 DC發電機、光學編碼器 單向驅動值 能限制驅動方向 讓左右兩軸物不干涉 讓發電機同向旋轉 單向驅動皮帶輪 輸入軸停止時輸出軸人可的運動 發電機構驅動合一 滑布機構之輸出機械工具 透過驅動值能按單向驅動軸產生同向輸出 飛輪穩定發電機轉速 發電機構設計 上板機構、下板機構 總成機構 發電機特性曲線測試硬體 發電機特性曲線測試 有五載測試及負載測試 光學編碼器配線 PLC的類比轉速為模組配線 使用者人機介面 並顯示發電電壓、電流、功率、發電機轉速、滑布機運動頻率、消耗熱量、VLC播放器等 組裝成品 組裝成品 機構實體 使用者人機功能測試結果 有電壓、電流、功率、操作頻率、轉速、運動計時、消耗熱量以及影片播放等功能 結論 本作品完成擺動式發電裝置的研發 採用簡單的滑布機構來發電 也應用於其他非旋轉型的運動發電裝置 建立使用者能機介面 除了顯示發電參數外 結合熱量消耗顯示 具有多媒體播放功能 可以讓個人依據喜好來選擇適合影片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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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